女人买十箱筋豆子 然后把它们缝在一起 竟然做成一件奢华的礼服 所有人都被惊艳到 就连设计师老板 看到后都将它据为己有 这也在女孩的意料之内 殊不知这件礼服安藏玄机 就在新品发布会上 一辆垃圾车竟然开到门口 里面却掉出一堆破衣服 意外的是 女人从衣服堆里钻出来 随后站在垃圾车上拍打车身 可当车子开走才发现 这堆破衣服竟是上百米的长裙 瞬间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库伊拉带着狂笑离开这里 男爵夫人被气得浑身发抖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不久后再次来砸场子 就在男爵夫人展示新品时 库伊拉骑着摩托冲上红毯 摘下头盔露出黑白发 一身撒哭的极黑时装格外抢眼 瞬间抢走男爵夫人风头 媒体征线报道 库伊拉瞬间登上热搜 然而就在伦敦展会上 男爵夫人还没下车 就被人用胶带拦住 车门直接被封死 转头一看 库伊拉更是登上她的小汽车 夸了展开裙摆 把男爵夫人挡的脸都不上 皇家制服配上大红色长裙 再次吸引所有人眼球 其中女孩来到公司 男爵夫人并不看好她的设计 用小刀夸夸的砍掉多余部分 刚一伸手就被刀子划伤 男爵夫人抓起她的手腕 看到血迹的颜色 然后吩咐助手 给她找到这种红色布料 对自己的过失并没有道歉 而女孩并不在意 凭借高超的设计 她很快成为男爵夫人的小跟班 这天她意外看到 男爵夫人戴的项链 竟然是母亲送给自己的传家宝 听到男爵夫人对母亲 无尽的轻视和羞辱 库伊拉非常生气 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 男爵夫人并不是什么好人 于是她想偷回项链 趁着女人午睡 她摸清保安的位置 时间表的安排 以及监控的死角 很快和同伴制定出详细的方案 就在男爵夫人的晚会上 库伊拉将会惊艳登场 从没见过这么狠的女人 她将火柴丢在脚下 衣服瞬间被点燃 女人不仅毫发为伤 还快速地实现变状 在仅有黑白色的晚宴中 她的出现惊呆了全场 而她就是为了吸引别人注意 让同伴溜进会场 随后偷走保安钥匙 插得甩到楼上同伴手里 可打开保险柜 发现里面并没有项链 另一边库伊拉也被管家抓住 而项链居然戴在男爵夫人的脖子上 就在库伊拉不知所措时 同伴假装服务员 送来一盘新鲜的杰瑞 女人吓得大声尖叫 现场乱成八宝舟 库伊拉趁机拽下项链 扔给自己的狗子 挥过神的男爵夫人 发现项链没了 赶紧吹响口哨 让半年狗去找丢失的项链 听到哨子的声音 库伊拉瞬间惊呆了 她想几小时后 一群半年狗把母亲推下悬崖 男爵夫人同样也是吹着这个哨子 难道她才是凶手 就在愣神儿时 同伴赶紧把她拽出会场 在知道真相后 库伊拉彻底崩溃 她对男爵夫人的崇拜 在此时全都变成仇恨 她决定向男爵夫人展开报复 在公司里依旧扮演设计师 在为自己设计礼服时 正好被男爵夫人发现 派人直接抢走她的设计图 随后把她的设计据为己有 而她并不知道 正好落入库伊拉的裙套 到了时装展览这天 男爵夫人命人打开保险柜 没想到意外发生了 人们打开保险柜 无数飞蛾却从里面飞出来 所有人被吓得四处逃窜 发布会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礼服也被咬得全是窟窿 原来礼服并不是用金豆子缝制 而是一颗颗虫卵 就在这时 库伊拉的时装秀正式开始 看到对手身穿斑点裙 男爵夫人气坏了 还以为她杀死了自己的狗 见库伊拉如此猖狂 男爵夫人通知了警察 众人见状立马逃离现场 却被男爵夫人发现了猫腻 队伍中的胖子 不就是送金豆子的快递员吗 等库伊拉回家发现 同伴已被绑了起来 库伊拉彻底暴露 男爵夫人已经知道自己的助理 其实就是库伊拉 女人也被激怒 放火准备烧掉这里的一切 很快大火吞噬整栋大厦 伦敦时尚的挑衅者死了 让人想不到的是 当时有人冲进火场 把库伊拉救下来 这也是男爵夫人的管家 并在这里得到一个惊天秘密 管家找到妈妈的项链 里面竟藏着一把钥匙 再打开箱子 是一张出生和死亡证明 男爵夫人竟是他的亲生母亲 当得知自己怀孕时 丈夫十分高兴 不仅把传家宝项链给他 还将所有的家产过户给孩子 可女人生下孩子后 为了得到所有财产 竟然让管家将依儿杀掉 管家实在不忍心 于是将依儿交给了善良的女仆 也就是库伊拉的养母 在得知女人死后 男爵终究阴郁而亡 得知真相后 他无法接受 自己的仇人竟是亲生母亲 这个女人毁了她的一切 必定要让她付出惨痛代价 男爵夫人并不知情 还在忙着筹办自己的晚会 库伊拉开车直接冲进警局 引开所有警员救出同伴 又趁机偷走晚会的人员名单 并以男爵夫人的名义 送去礼服和邀请函 到了晚会当天 男爵夫人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所有人都是黑白发装扮 好像视线窗头好了一样 而只有她一个人不知道 她只能强装镇定 举起酒杯 赢得所有宾客的赞同 可她总觉得哪里不对 这时库伊拉突然出现在身后 扎中她身体 趁机顺踪控制小狗的哨子 并在卫生间换好以前的装扮 故意站在悬崖边上 男爵夫人看到这一幕 揭开半点狗的绳子 命令他们把库伊拉推向悬崖 谁知半点狗却乖巧地坐在旁边 她假装上前道歉 却突然把库伊拉推下悬崖 所有人都被惊呆了 这时她感觉到不对 可是已经为时已晚 所有人都亲眼目睹这一切 最后男爵夫人被警察带走 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而掉下悬崖的库伊拉 打开裙子里的降落伞 并没有死掉 故事的最后 库伊拉继承了所有遗产 并成为时尚街的新领袖 片名黑白魔女库伊拉 一部超然的励志复仇爽片 原片好看值得推荐 感谢关注淡淡 下期更精彩 男人按伤断掉的手指 却发现壁虎在说话 男人懵圈了 这不是死去50年的奶奶吗 奶奶说自己的骨龟洒入大海 瞬间被大鲶鱼吃了 幸运的鲶鱼被渔夫抓到 鱼肉烤黑后 被几个熊孩子 哭吃哭吃给造了 随后小孩子喘息 奥利给被庄家洗手 成熟的麦子又被蝗蝗啃食殆尽 农民一抓获了蝗虫 卖给街边小贩炸成了美味 谁知被陈豪买走 又正好被逼虎偷吃了 隔天逼虎就吓了三个大鸡蛋 就这样奶奶破壳而出 天天在家给陈豪抓蚊子 为了让奶奶过上更好的生活 男人来到城里打工 可泰国的流水作业 快得实在惊人 只好咔嚓被切掉了拇指 却毫无察觉 等他反应过来时 手指已经被装进罐头里 并且快速地分销到超市 没办法为了找回手指 只能天天买罐头吃 可是工资都花光了 还是没找到手指 这晚在买饮料时 他听见熟悉的声音 一瓶罐头不停地跳舞 跟他的节奏一模一样 就这样咔嚓装回断指 可他看着自己的手指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就在这时 工友也用手指敲桌子 只好这才意识到 原来自己的手指 装在了别人的身上 眼看手指就要捅进 深目尖顶的鼻孔里 关键时刻 只好搜地跑了过去 跟工友大战八百回合后 他成功抢回自己的手指 工友也因祸得福 偷摸装回丢了十年的手指 两人也成为了好兄弟 工友说每个人都被切断过手指 但有的人永远也找不回来 这工作太危险 正好果断辞职 当上了有前途的保安 并遇到了美好的爱情 可他不知道的是 女孩却有个怪癖 女孩发现你的脸蛋脏了 于是拿起毛巾 哭尸哭尸就擦了起来 直到擦得油光纵亮 一根寒毛都不剩 不要钱的各种罐头 也要摆放得整整齐齐 每天都要剪十袋子垃圾 晚上回到家还要用肥皂泡 把瓶子都清洗干净 经过短暂的十年后 女孩捡来的瓶子堆成了小山 成了当地有名的旅游景点 很快实现财富自由 她能这么厉害 是每次看视频都点赞关注 这天她突然得到一本书 于是睡觉开始看 干活是在看 出门还在看 每天25个小时 女孩不吃不喝一直在研究 她很想知道书上到底写了什么 因为女孩不识字 所以找到一家培训机构 趁着别人上课的时候 耳朵贴在墙根上头血 尽管所有人都不理解 但在陈豪眼里 女孩就是她的小心杆 为了追到女神 陈豪每天都会挤公交 并把女孩安全送回家 很快两人感情升温 但小伙发现 女孩竟然对公交过敏 胳膊上起了红疹 这一梦样男人非常心疼 第二天就开着出租车 接送女孩上下班 看着心中女神就在身边 陈豪开心地露出西班牙 因为女孩的怪癖 出租车里被装满了塑料瓶 男人并没有生气 也习惯了女孩随时停车捡垃圾 陈豪实现爱情中无法自拔 在他眼里 每个人都是女神的样子 甚至连狗也不例外 这天他终于鼓足勇气要表白 可半天都没有反应 等陈豪开门一看 我的妈呀 白色垃圾像洪水一样 叉叉的全都跑了出来 好不容易走进房间 安娜却说要离开这座城市 陈豪伤心坏了 直到她遇见了这个男人 这才是真的狗 不管是公文包 还是搁不上纯金的手表 甚至是对讲机 全都要舔一舔 还没等陈豪反应过来 下一秒 狗狗都自叹不如 于是陈豪把他带回家 拿出十天没洗的碗 年久生锈的闹钟 甚至是香港味的板鞋 都给男人舔舔 陈豪之所以这么幸运 是每次看视频都点了赞和关注 就这样不管能舔的 还是不能舔的 都被男人舔了个遍 陈豪怕他舌头起脚子 于是把狗哥捆了起来 看他可爱的模样 男人买了帮帮糖 带着狗哥一起工作 可不出意外的 意外还是发生了 他把舌头伸向乘客 直接把人家吓得跳了车 这时狂扔蔬菜水果的大妈 引起狗哥的注意 于是快速地追了过去 送走狗哥后 正好来到女孩堆的塑料山上 大声地呼喊 没想到安娜真的在这里 她终于鼓足勇气 说出了那三个字 吻上了心中的女神 画面一转 两人很快结为夫妻 便有了自己的孩子 而让她想不到的是 之前变成壁虎的奶奶 这次竟然投胎转世 成了她的儿子 从此一家三口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是泰国奇幻喜剧片 《大狗民》 剧中的脑洞比淡淡都大 小熊玩具竟然也成精了 他喜欢上猪乳女孩 而女孩只喜欢打电话 小熊被男人捡到后 还特意买了凤梨十四 送给小熊鼓励他去追女孩 在陈好的帮助下 小熊和女孩也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并且每天25个小时 时时刻刻地用电话沟通 也许爱情就是这样的没道理 喜欢的可以去看原片 感谢关注淡淡 下次见拜拜